今個星期我們只會教一個實驗 因為有些同學可能需要時間去做關於Ecuribium constant的數字 所以就教少些東西做題目 這個實驗是叫我們找個KC的實驗 我們首先要了解一個反應是什麼 這個反應是叫Esterification 即是要產生Ester 這個東西就叫做Ester 是一個新的Functional Group 你們之後會學的 叫Ester 這個反應我們要找它的KC 要找它的KC的前提 就要先知道它的KC是什麼 大家如果看下面看到這個KC 一定會覺得有些奇怪的一個位置 是什麼位置呢 你按照寫Product 除Reactor 都沒有什麼 但你會奇怪為何水會在這裡出現 因為之前我們學的其他反應 例如這個反應 就是一個普通的Neutralization 反應 雖然它不是Reversible 但當它是Reversible 才這樣看 我們是不會把水包含在這個KC裡面 我告訴你為什麼 就是因為水在這個KC裡面 它是梳粉來的 它的Concentration 是遠遠大於其他三樣東西 而且它根本是Pure Liquid 它是固定不變的Density 所以我們是不會理會它 但是這個KC裡面 為什麼我們又會寫它的KC 在水裡面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在這個反應裡面 我們是整個反應 是一個organic mixture 它是organic mixture 即是水在裡面 它不是一個遠遠比其他 那幾樣東西大的濃度存在 所以我們在考慮Equilibium的時候 我們就要加上這個水 那這個位置呢 很多同學呢 甚至差不多考DSE 都有同學 會不太明白這個問題 什麼時候才要 什麼時候才不要 那這個 希望你聽得懂我說什麼 好了 那我們找這個Equilibium 我們怎樣找它的Equilibium constant 我們是會用Titration的方法 那為什麼用Titration的方法 我們來看看這裡 這個東西呢 它沒有一個Exit group來的 所以它是不會跟NaOH反應的 我們這個反應裡面 是會拿NaOH做Titration 那水都不會啦 那Ephenol呢 都不會跟Alkali反應的 那但是呢 Ephenol acid呢 我們是會跟Alkali反應的 那所以呢 基本上整個反應呢 那個實驗的Design呢 就是呢 想找出Equilibium constant 在不同時間裡面的濃度 從而去計算 找回Equilibium constant 這個就是整體的idea 那麼 那個步驟呢 就不是很想特別去講 所以呢 我打算呢 直接先給一個短片 大家看了先的 那我大約就告訴你 它會做什麼先 那我們呢 都是一樣 我們construct一個ICE table 一定是要這樣的 那我們呢 一開始呢 就會先加入了 Ephenol 除了Ephenol 還有另外那三樣東西 那你會可能 剛剛說的時候 你都不太明白 為什麼它的Titration 就可以找到Equilibium constant 很簡單 假設我們一開始 只要加Ephenol 和Ephenol 和Ephenol 進去 濃度是A和B 這兩個是我們知道的 對不對 我們well known是會知道的 因為這個是我們 我們自己加進去 沒有理由不知道的 對不對 好了 但是我們 其實我們需要的 是知道 是這四個數目 那為什麼我們會知道呢 就是呢 我們在反應 譬如過了10秒 T等於10的時候 我們又找一找 究竟Ephenol X的濃度是多少 假設 我們知道 去到T等於10的時候 濃度是變成C 那我想問X是多少呢 X其實很簡單 X就是在T等於10的時候 X就會等於C-B 因為為什麼呢 當反應開始進行的時候 B就會減少 變成C 兩個之間是測試 就是X 所以我在T等於10的時候 我就可以找到X 那我找到X呢 其實你看看上面的表 就已經完全明白了 只要我有A 有B有X 其實呢 在反應裡面 每一樣東西的濃度 我都是找得到的 對不對 那既然每一樣東西的濃度 我都找得到的話 只要我確保 它去到Ecuribium 然後計算這四個數目出來 其實呢 我就可以找到最終的KC 因為KC就會等於什麼 X2 乘以A-X 再乘以B-X 是吧 所以呢 只要我們找到X是什麼 就很簡單 就可以做得到 OK 那這樣講呢 有一點複雜 我呢 就播著條片 來跟你講 你就可能會好一點 好 好 它剛剛呢 就呢 剛剛呢 就呢 將呢 這兩樣東西 呢 你記不記得 我們剛剛說呢 我們要先找到 究竟呢 這一樣東西 究竟呢 這一樣東西 的濃度是有幾多 那所以呢 它呢 現在呢 就先將 這個reaction mixture 和NaOH 做Tidration 從而呢 去找到 二份Low Acid 它一開始 究竟 濃度是有幾多 一開始 是有幾多 OK 它現在抽出來 去做Tidration 那個V1呢 就是最初的時候 然後 Fenol Acid 用幾多 你會找得到 好 這裏呢 就出現了第三樣東西 就是呢 它無緣無故 很傻傻傻地 就加了這個Cone瘦 進去 好了 那為什麼要加Cone瘦 進去呢 就是因為呢 這個Esterification 這個反應呢 是reversible的 所以呢 有些reversible的反應呢 它是會發生得很慢的 那麼呢 我們加這個Cone瘦進去呢 其實呢 就是一個catalyst 來呢 令到它的反應速度增加的 OK 但是呢 你跟著就會想 喂 我加了Cone瘦進去喔 那我加了Cone瘦進去的時候 就是要用多到NaOH 對啦 沒錯啦 所以呢 它等下呢 它就會做多一次呢 就是呢 二份Low Acid的濃度 然後呢 再加上 H2SO4用了幾多 它呢 就是 將這個factor減了之後呢 它就找回那個 的Etherno Acid 所以它開始加熱之前呢 它是要做兩個titration的 你可以等於吻 1.0CM3 uring away of the mixture by pipette to the conical flask immediately 1.0CM3 1.0CM3 使用液成分 1.5M3 2CM3 Add a few anti-bumping granules to the solution in the flask Attach it to a water-cooled reflux condenser 好,那这里就是怎么样呢? 它已经做了前置的准备 就是它先计了原本的Evanova S有多少浓度 又计了这个抗瘦拿出来的时候有多少 它就可以以后每一次抽出来都减减了究竟我抽了多少抗瘦 会影响了我的太织纯结果 每次都减减这个数 然后它做完准备之后 它就开始加热的反应 让它快一点去到Ecuribium 帮它找个数 但是这个反应很慢 所以它要加Catalyst 加热Catalyst之后就要加热 这个字在reflux R-E-F-L-U-X 中文就叫回流加热 其实为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不放一支这样的酷酷 加热它的时候 那些Evanova就会跑掉了 但是它放一支这样的东西在这里 因为这支东西会是冲着水的 就是它有两层玻璃 两层玻璃中间夹着水的 那你当你加热的时候 那些Evanova就变成蒸气飞了上去上面 变成蒸气飞了上去上面之后 它会因为冷却掉下来 那这个过程就是不断上去下去上去下去 就可以令到反应 保持在某一个温度底下发生 就是这里里面的缩均的 boiling point 那这个过程就叫reflux了 回流加热 回流加热 reflux the reaction mixture using a water bath for 45 minutes when reflux is over cool the flask and its contents to the surrounding temperature remove one cubic centimeter of the solution from the flask for titration with the 0.5 molar sodium hydroxide as before 是啦 那它煲完45分钟之后 它又拿出来再抽多次 那它应该会发现 Evanova exit 就是减了concel之后的 Evano acid 那个浓度是降低了很多才对的 是吧 那它是这样就可以去找回 它在到达Ecuribium的时候 究竟它的浓度是有多少 就是透过这件事 那你会说 那它怎样知道已经到Ecuribium呢 就是它做了一次之后 它之后再加热多可能5分钟 再做多一次 如果结果一样 那就是代表 已经到达了Ecuribium OK 那 这个就是整体的结果 其实呢 就大约是这本书呢 这一道讲的 step 1 到step 5 它所讲的东西 那你可以看看 跟着这条题目 其实呢 你本书里面 这个example 40.3 就正正是刚刚那段video 所做的东西的 那我们就看看这个题目 去做什么 那这个procedure 跟刚才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不特别说了 那我们看看这些问题 去问你什么 V1,V2,V3 这个V1就是未加console V2就是加了console V3就是煲完 那三个数字 然后呢 叫你写一个equation 那没有什么特别 equation就是刚刚说的那个 那你要记得 那水都include在 那个equilibrium law里面 那然后叫你 State 1 reason of amusing the reaction fast in ice water where这两个 are mixed in step 1 记住啊 在step 1的时候呢 是未加 未加热 又未加这个console 未加console 那为什么要冷却呢 冷却呢 冷却的原因呢 就是你不想它的反应 会进行呢 影响了最初最初的时候 V2的濃度啊 所以呢 尽量令它的反应 不要发生啦 是不是 那它就不会 不会错啦 就是找个initial concentration V2的濃度 好了 接着呢 然后呢 问你 加几滴这个console 有什么用啊 那大家刚刚听了都知道 用来做catalyst的嘛 是不是 那如果不是 Asterification 就要很久了 然后呢 就问你呢 为什么step 3要做titration 其实呢 你如果看上面呢 step 3 它的目的是做什么呢 step 3就是加完console之后呢 做多一次titration V 就是V2 V1就是未加console的 那其实呢 很简单而已 你V2和V1 两个数字的差距呢 其实就是你console 需要用多少 的number of mode of sodium hydroxide 那所以呢 你其实为什么step 3要做多次呢 你就是呢 因为有console 如果你不做多次的话呢 它已经开始 就会进行做了 和这个titration的result 就会有影响的了 可以吗 titration的result 就不是真正的 那个even lower axis 那个结果了 OK 好了 那然后就叫你计算了 concentration of even lower axis 和这个original mixture 其实就是计算这个 就是计算这个even lower axis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那个 那个叫什么 titration的结果呢 就是15.10 就是0.5m 然后呢 你抽了一个cm clip的even lower axis 出来的嘛 那你不是mv等于mv的那些方法呢 那你就可以找得到呢 这个even lower axis的浓度呢 是这么多了 对不对 那然后呢 然后呢 也都一样了 因为呢 你会知道呢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 两样东西的volume 两样东西呢 讲一个的浓度呢 应该要是一样的 因为呢 就是amengo even lower axis 和ethano 因为呢 你加下去的时候呢 你是加相同number of mode 的嘛 所以呢 根本呢 就应该是一样的 那就是这样的了 那以后呢 就叫你计算 Ecaribium concentration of even lower axis 那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叫你呢 V1 V2双减 那你就会知道呢 就用了来做 Selfare Exit 那然后呢 这个数据又是什么来的呢 这个数据呢 就是最终你发现呢 拿来做太差势场的结果 那但是呢 最终你拿 就是煲完45分钟之后 你拿来做太差势场的结果呢 其实里面是包含了两样东西的嘛 就是里面是包含了 even lower axis 和抗受的嘛 但是你不想知道究竟 抗受 就是你需要知道抗受用了多少 但是你不会计算下去 这个浓度里面的嘛 所以呢 你就要减了抗受用的 Sodium Hydroxyl 那你会说 为什么我一开始和最后的都是一样的呢 因为我一开始和最后 都是只抽了 一个CM Creep的那样东西出来嘛 那我减了就知道 究竟最终最终的时候 二分之后的重量是多少 所以呢 也就是知道什么呢 我们知道最终的时候呢 二分之后的浓度是多少 好了 那你然后呢 得到这个浓度最终是多少呢 那你全部的数换回到ICTable 你就已经算得到了 算得到了 行不行 那这个你自己看了 然后呢 那去到最后的问题 就是问你呢 为什么做完第五步了 就是已经煮完 又做多次Titration了 又要再 做多次Titration 又要再继续去 怎样去做 去Mecture Equilibrium 是真的到了呢 就是你再煮多它五分钟 或者再煮多它一会儿 如果你发现呢 两次Titration Of Sodium Hydroxyl的结果都是一样呢 那就真的结束了 是吧 那这个题目就是去到这一步 那接下来呢 你自己做一做些题目 和MZ 那这次都有一些 都是叫做 关注你上一个星期学的东西 那样好不好